庄亲王道 这些话你就给我赶紧咽回肚子里去 皇家的事是你父导人家能乱说的吗 总之你将福利给我看好了就对了 庄亲王福尽担忧道 鸭浪天天跟着四阿哥跑 咱们可别给卷进去了 庄亲王叹气道 唉 这一轮肯定波及不到咱们身上 毕竟四阿哥是受害者 但是这些事肯定是有来有往的 皇家的人谁是省油的灯啊 唉 这才消停多久啊 庄亲王眼光很长远 而楚秀宫里目光短浅的齐木格正劝着老实 爷 你就消停消停吧 我觉得吧 也许是你想得它复杂了 既然没有查出幕后指使之人 也许红利真的就只是单纯的生病 你想啊 天天跟着他的红风和哑朗都没事呢 那就说明这个病不像天花可以传染的 对吧 想拿这个病来害红利也没法子呀 是吧 这段时间 齐木格也渐渐相信 塞线炎也许真的不传染 否则怎么就红利一个人得了呢 不过因他是孕妇 所以他还没有撤销楚秀宫的消毒措施 老实生气的 没查出来 不等于就没事 走了消息的事 不也没查出来是谁干的吗 但那消息 难道不是人传出去的 是自己飞出去的 齐木格一想也是 当下就不说话了 老实则气恼道 你想想 咱们明明知道有人在使坏 却愣是什么都查不出来 这说明什么 齐木格答道 说明敌人太狡猾了 老实气得一拍桌子 错 说明咱们太笨了 齐木格给哽了一下 这老实也太会辩证的来看问题了吧 爷 咱们都是老实人 阴谋诡计什么的 是不大会 你别急 咱慢慢查呀 老实气呼呼的 三个小的心眼实在 我不气 可洪轩呢 他可是跟在黄阿玛身边 那么多年的 就一点都没学到 太没出息了吧 真是秀木不可刁言 齐木格无语道 爷 你小声点 这话要传到太上黄耳朵里 你还不听怎么吃牌头呢 老实这两天 天天骂洪轩 齐木格早听不下去了 此时便对老实道 爷 你要觉得洪轩心眼少 那你直接去查好了 你在黄阿玛身边的日子 可比洪轩长 干嘛这样两个案子 都一起交给洪轩啊 原本查那一间 是老实亲自领导的 但后来老实也移交给了洪轩 两件事没准 就是一伙人干的 那又何必设两个办案组呢 没得浪费资源 见齐木格帮洪轩说话 老实气挠道 朝中那么多大事 齐木格别别嘴 交给洪轩呗 好歹太上皇 肯定会指点一二的 想犯大错 也犯不了 老实愣了愣 过了一会儿才嚷了起来 有你这么宠儿子的吗 事办不好就换个禅室 拿到这辈子 还能有出息吗 齐木格怂怂见 我的意思是能者上呗 其余时间 老实生气地瞪着齐木格 眼睛瞪得溜远 眼看着就要咆哮了 齐木格将肚子一挺 你吼啊 吼啊 在家里吼洪轩就算了 齐儿竟然在外头也吼洪轩 洪轩如今都这么大了 还是太子 被你这么吼 你让他将脸往哪儿放啊 老实咽了咽口水 反驳的 他大了 他成太子了 也就不能吼他了 哪儿的规矩 爷现在还被皇阿玛教训呢 爷不比洪轩大 爷不比洪轩尊贵 虽然还是满脸的不愤 但声音却低了八度 齐木格瞪了老实一眼 你怎么好的不学 竟学坏的 老实气急 只能扭过头去 不搭理齐木格了 齐木格等了大约一分钟的样子 才靠上老实 放软声音的 爷 别气了 这事本来就不好查 你别天天吼洪轩了 给他些时间吧 我知道你是心急 但是洪轩也急呀 你就别给他再施压了 反正五外虎 就是四哥八哥 十七弟红西 再加个五舅舅家 实在查不出 咱们就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百 将他们全发作了 哦 如今也就是四哥没伤元气 对了 爷 会不会是四哥呀 齐木格说到后来 不由有点激动了 用证可是大大的阴险狡诈的 而且最擅长默默经营 果然老实说了 四哥眼下说来还算安分 你以前还给他送了不少青叶子菜呢 怎么如今这么怀疑他 齐木格忙的 爷 我认为不是咱们傻 也不是敌人狡猾 而是敌人隐藏得太深 但是 他怎么能隐藏得那么深呢 那肯定是早早地就默默地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不是 我觉得四哥就像这种人 能忍得可以悄悄的不几十年的局 平日都隐而不发 到关键时刻跳起来给人致命一击 老实叹了叹气 没发表评论 齐木格想了想又道 爷 不如先集中力量查内奸吧 咱们身边被人安了探子我信 但弘历是被人害的 我觉得吧 这前前后后也许是巧合 你想啊 他们害红利干嘛 要害也该害红轩呢 红轩若有个丧长两短 咱们可就算得上是后继无人了呢 三个小的如今是长得不那么像了 但黄雁一看 要分出他们来 还是很费眼神的 老实的脸一下阴郁了 他为什么这些天天天骂红轩呢 就是逼着红轩去查根子 能做得这么天衣无缝的 老实切以为 除了康熙真没别人了 而前清宫内 康熙静静地听了一世卫的回报 微微皱了皱眉头 但却没有发表评论 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虽然表面看 康熙很平静 但是心里早是波涛汹涌的 不能再汹涌了 竟然一点头绪都查不出来 康熙可不相信 红利真的是单纯地生病了而已 宫里的事就没单纯了的 但是 究竟是谁能做得这么天衣无缝呢 康熙一一想过自己的那帮儿子 微微摇了摇头 大家斗智斗勇这么多年了 他们的能力 康熙还是很了解的 若是他们干的 颇为自负的康熙 不认为自己会一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出来 陷入困惑中的康熙 私存了两脚 脑中突然灵光一显 冲暗处招了招手 去查查 红利和老八家有没有什么联系 而红利此时正翘着嘴 气鼓鼓道 三哥 我想睡觉 都晚上了 本来就该睡觉了 你别吵我 虽然神情很生气 但声音却是非常非常的有气无力 横峰笑道 你白天基本上睡了一整天了 先别睡了 喝点粥吧 红利 红利闭着眼摇了摇头 不想吃 说完翻了个身 打算继续入睡 红利 吴峰摇了摇摇红利的 你得先喝招 否则 你哪来的精神 快起来喝了 黄阿娘身子不方便 你别又将她给招了来 红利却不再言语 仿似已经睡着了 红利 红利见状 便道 我可是专门搬到你隔壁的 你给点面子吃一口行不行啊 在红利醒后 红利也搬到了楚秀宫 说是免得红利觉得孤单 因为事实证明 好像红利没传染性 齐木格便也没有再拦着 此时红利便将这拿出来要挟了 但红利却没吭声 红丰无奈 只好对下人道 先去热着吧 等他半夜要喝水的时候再给他 楚秀宫 夜深人静 只有小厨房和红利病后的外屋 亮着两掌微弱的灯光 而这两处也听不到一丁点的声音 想来 红利此时还在睡着 职业班的下人们应该都在打着盹 半夜起来上厕所的红丰 应既挂着红利没吃晚饭 便打着喝歉 迷迷糊糊地朝前院走 准备去问问 红利这小子半夜有没有加餐 虽然齐木格准许红丰搬进了楚秀宫 但是却没有让红丰 住红利隔壁 连前院都不准红丰住 将红丰给赶到了后殿中 和安安的闺房相邻 因此 红丰从住所要去探视红利 还得走一段路 因齐木格从不在外间留人伺候 几个孩子也形成了这等习惯 不过几个孩子也不是那勤快人 半夜起床去厕所 那是从不点灯 反正就着月光 隐隐约约也能看得清 所以当红丰出房间时 是独自一人 而且没提灯笼 红丰慢腾腾地 绕过老十两口子居住的正点 觉得困得不行 摸了摸脑袋 决定少走点路 干脆直接去小厨房算了 红利若要吃粥 小厨房肯定是知道的 自己又何必非要跑去病房 去换探衣服 蒙回面纱呢 就在红丰还有二十多步 就快走进小厨房时 却突然发现 亮着灯光的小厨房 闪出一个人影 红丰一下来了精神 心想 莫非是给红利拎吃食的 红丰停住脚 仔细看了看 来人好像 是红利身边的天生太监小张子 红丰当即快走了两步 打算问问红利眼下 是不是醒了在嚷恶 不想小张子走得忒快 竟然一转眼就过了二门 红丰只好加快脚步 要不是大半夜的 声音会显得特响 红丰早张开嗓子 叫小张子站住了 郁闷的红丰刚追过二门 却心醒地发现 小张子在前面走廊上停了下来 红丰带出声喊他 想了想 还是闭了嘴 虽然过了二门 不担心潮行老师和奇目阁了 但是万一红利没醒 小张子只是拎去预备着呢 红丰摇摇摇头 算了 反正都走到这儿了 也不在乎多走着两步 可红丰的脚还没有跨出 就发现停下脚步的小张子 竟然给蹲下了 红丰憋憋嘴 心想 这小张子竟然拎个石盒 都要吸吸气 看来得给四弟说 让小张子多练练伸手了 不过小张子很快又站了起来 继续朝前走 不过这回 脚下的速度 却不似先前那么快了 听小张子蹲下耽搁了一会儿 速度又放慢了些 因此在未到红丽病房前 红丰就追上了小张子 吓了小张子好一大跳 三 三 三二哥 红丰笑道 嘿 瞧你这点胆子 说出去 谁信你是在四阿哥身边当差的 这皇宫大院的 难道还怕有歹人不成 小张子擦了擦额头 奴才 奴才没出现 红丰没在意 一边往前走 一边问道 四阿哥醒了 小张子应道 是 小的就刺座主张 去小厨房给主子拎点吃食来 小张子的声音明显还有一些发抖 红丰笑道 胆子虽小 想得到还周到 说话间 红丰的病房便到了 但是红丰喝完水又睡下了 红丰有些失望 睡下多久了 得知红丰刚睡下 红丰想了想 还是在外间穿了件照衣 系上棉筋 拿了一盏灯走进礼物 却听红丰 吻声吻气的 爷没叫人呢 猪卷 别打扰爷睡觉 横丰笑道 四弟 没睡着呀 红丰奇怪道 三哥 你怎么来了 什么时辰了 横丰道 一天亮还早呢 你感觉好些没 横丰道 嗯 好多了 就是觉得嘴巴疼 横丰将灯放在床头旁 坐在床边道 瞧着你现在的精神 比白天好多了 横丽打了个哈欠 还不是给二哥给吵的 吵得我现在都有点睡不着了 横丰乐道 看你真是给病糊涂了 二哥如今可在海上呢 横丽闭着眼睛 叹气道 这些天老梦到他 我睡了多少天 就差不多梦了他多少天 不是管着我不准干这 就是拉着我回家待着 还凶巴巴的 横丽醒了的这两天 基本上都还是在昏睡着 所以红丰还是头次知道 红丽这些天老梦到红身 当下便笑道 今天梦到他又怎么你了 红丽黑黑笑了笑 他今天没管我 就是不停地在我耳边念叨 念得人烦死了 对了 他还说大哥和我笨死了呢 横丰乐道 得 你就编吧 横丽又打了个哈欠道 真的 不过 为什么要这么说你们 我就想不起来了 横丽拉了拉红丽的被子 再热也得将肚子盖上 对了 你病的这些天梦到我没 红丽摇头道 没有 你人就在我身边 我还梦你干嘛呀 横丰道 你天天昏睡 对子还这么多呀 对了 既然没睡着 就起来吃点东西吧 不能老饿着 横丽摇摇头道 不想吃 我还是想睡 明早起来吃 横丽劝道 就吃一点吧 你昨儿也没有吃两口 现在难道不觉得肚子饿 该不是怕嘴疼 才不吃的吧 横丽郁闷道 真的没胃口 横丰道 要不明天问问太医 看你能不能吃肉粥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